機車是台灣能見度最高的交通工具 肩負著基本通勤需求 也是重要的身材工具 實用需求是買車的首要考量 以家庭通勤為訴求的車款 成為各車廠的銷售重點 因為平常我會有載人的需求 其實坐墊上面舒適度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而摩托車坐墊如果很小 很容易坐到後面的把手 很容易不舒服很危險 買車的話我比較在意好不好放東西 像有時候放大一點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腳踏板的空間就變得非常重要 比如說要去拿網購的包裹的話 紙箱的話也只能放在前面 太窄或太小我覺得都不好放 也會影響到騎車的感覺 像出去玩的話就連登機箱都能放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棒 強調家庭需求的實用型車款當中 Gogoro Viva XL Build具備多項同類型第一 坐墊長度來到81.1公分 是同類型車款中最長的 還有26公分寬的腳踏空間 以及75公分的坐墊高度 強調生活的實用便利性 新名流125則是在重量上最輕 女生也能輕鬆騎乘 而全新敵爵125則是推出限時優惠 以較為低的價格吸引消費者入手 Gogoro 除了在空間上更勝他排車款 全LED燈具、雙碟煞、倒車功能 都是同類型唯一 在節能減碳的觀念下 Gogoro Viva XL Build具備多項實用優點 還有零排放的環保優勢 和菜籃族喜愛的大植物空間 被稱為是新一代的家庭首選用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